黄历城的变形金刚时间第42集 TFP系列 日版Dilax及AM20铁皮 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黄历城的变形金刚时间 这是我们第42集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黄历城 今天要来跟各位介绍 一样是一个较老的一个玩具 这个是TFP系列 这个RID的日版 这个AM20铁皮 而这个铁皮呢 在一个美版的方面是叫做 杯子或是士官长一个绿色的一个模子 而这个日版的话 则是以一个红色 然后是以一个铁皮的 这个Irhan的一个名称来做一个冲突 不过讲到这个话也跟各位提到一下他在我入手的故事吧 我是在一个同好就在网拍 应该也不算网拍 在社团里 FB的社团里 在有人丢出来这一支 就因为这一支好像大家风品不是那么好吧 就我入手价格的话是300块 加运费的话是300块 非常便宜啊 而我拿到之后也觉得非常划算啊 那么我们先看到一下这个盒子的部分 盒子的话呢 这边有写一个 有一个minicon 这个小型的一个 那个变形金刚 以及这个铁皮 而铁皮这个插画的话 我只能说 这个是真的非常赞啊 一个沙场老将 以及一个 这个头的比例的话是非常正确啊 这个待会讲到人形的部分的话 这个头的比例的话 就真的是非常需要讲一下的 呃 不过我们现在看的这个 在盒会上面的头雕的话 是真的非常好看啊 然后这边有写一个 AM20的一个 警护员 这个警护员的话 我个人不太懂那什么意思啊 所以的话就 看看就算了 然后盒子 另外一面的话 就是一个能力值 以及它一个实体的一个样子 至于后面的话 则就是很多啦 各位看到这些 呃 什么其他 它这个 微星战士和其他 minicon的一个 结合啊 以及能力值啊 什么啊 这些日文的 所以大家就知道 一定日版的 背面 就大概都是这样子 而玩具取出的方式 是较为麻烦的 呃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那 这个 这边 包装打开的时候 是会抽出一个 这个 这个 纸盒 而这个纸盒的话 这个玩具的话 就包在里面啊 而你可能会找不到 minicon还有一个 说明书 其实它是在这里面 还有一层啊 所以这个算是一个 非常过度包装的一个东西啊 而我买的这个 是二手品 所以的话 它是已经有 贴上贴纸 已经这 微星战士都是已经有 做一个 那个 变形 以及拆卸好了 呃 不过它里面有附一张这个 这个 这个 推坑的这个 书是实在是太 几乎是 毫无良心的啊 这个 看目前我收集了多少 变形金刚吧 这个 铁皮 铁汉 银波 微震天 呃 先说一下这个 台湾翻译应该是叫密卡的 不过我个人比较喜欢加微震天 天王星这些 呃 也跟各位 之前也跟各位也提过这个 RID的这个 TFP RID的一个版本的话 是大家比较不喜爱 但也出了不少的好摩 呃 不过 RID的日版的话 是最为人诟病的 呃 为什么呢 待会会跟各位讲到 呃 我们现在就先回到玩具本身吧 呃 我们先拿它和一个 之前的 CW合体战争的一个铁皮 先做一个比较 两款的车型吗 我个人是觉得 如果你从正面看的话 我真的会比较喜欢这个 RID的这个 日版的这个铁皮啊 但如果从一个 侧面来看的话 我个人会比较喜欢 CW合体战争的一个铁皮 这个有黄色线条啊 是比较好看的啊 呃 背面的话 当然是 这个 这个 可以看到这个 就 我个人真的认为 它是可以做一块板子 做一个两层折叠 就这样折叠上去 然后 就也可以盖下 这个 这样子的设计下 可能定义是会比较好的 就 这个脚板 而且还空的 这个直接露出来 然后是 这个是 非常的恐怖的一件事情啊 呃 车型的滚动性 也很好 然后 这个 微型战士 跟各位讲一下 它这个 ID之所以会 ID的版本 就日版的话 之所以会被大家诟病的原因 是因为它这个武器的话 都只有一支 一支的微型战士 造成在人型 以及车型 摆放方面的话 是非常的不妥 所以的话 这个日版的价格的话 才会和现今的 迪拉斯基的价格 是几乎是差不多的 了 而 至于美版的部分的话 因为武器的话 都比日版还要好 而且 并不是用一个贴纸 而是 是用涂装的部分 所以的话 通常 ID的美版的话 都 目前价格的话 通常都是 八九百 或是 更上面的 跟之前 之前跟各位介绍 那个 ID的飞轮 也是一样的状况 而日版的方面的话 它这个都 凸状的话 几乎都是用贴纸来取代的 而 我买的是一个 二手品 因为这个 保存的话 可能不太适当 把这些贴纸 有一些脱落 痕迹 都出现了 不过从前面来看 它这个 保存的话 还算是还OK 而我自己又 给它画了一些墨线 所以的话 这个颜色的话 有多加一些 黑色的一个线条 所以的话 可能会和各位 手上拿到 不太一样 而至于这个 武器的方面呢 你是可以选择 就 插在这边吧 我实在搞不懂 它这个 到底是做什么用 而因为它这个 这边是一个 脚底板的一个关系 所以的话 你可以把它这个 后面 这整个是可以 往后延伸 这个 我就不知道 是干什么用的 而也因为 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的话呢 你在做一个 武器摆放上面的话 你是可以 这个 微型机器人 你是可以 稍微摆的 就稍微 插着就行 因为这个 脚板的部分的话 还是 多少的话 是有一些 帮助到吧 就稍微 这样子 我目前想要最好的方法 就是这样子摆的 这个 车型方面的一个造型的话 我是还算OK吧 但 这个隐藏度的话 就这样子 然后这个 后面的话 如果你不看后面的话 它真的是一辆 非常好看的一个卡式 但如果你看到后面 以及这大空洞的话 绝对是一个 非常扣分的一个地方 或是你把这个 武器摆放在后面 不过没有任何的卡扣 而且也容易掉 不过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算是对它一个 最好的一个隐藏吧 那么我们接下来 就来进行到 它的一个变形步骤吧 变形的话呢 也非常简单 我们首先 先把它这个 脚后板 就整个 把它完全打平 脚的话也先露出来 这样子就行了 之后呢 我们从这个 Bumber这边 来做一个 开始 而Bumber这个部分 它是有 银色的涂装 以及这个贴套贴纸 所以都还算好看吧 我们首先 先把这一块 主要的这一块 零件给敲起来 而这个敲的 尽量是从这边的 一个缝隙开始 这样的话 是会比较好敲的 不过这个卡扣的话 是非常紧啊 所以你有时候 要用一点力道 这样子要把它给敲开 而跟各位说一下 它这个敲开的时候 你有的时候 施力过当 这个地方的话 是容易脱落的 不过这个脱落的话 其实是真的没关系 因为你在变形部分的话 你有的时候 如果追求好看的话 是真的要把它 拆下来 然后再变形 所以这一块的话 我们就先放在旁边吧 之后呢 从这个部分 这里是一块零件 把它往上敲 然后这里 整个车顶板 也把它往后 就往前拉 然后各位看到 这个 这个透明件 我个人觉得 它这个透明件 要反而阻挡不了 它的一个 双手的部分 所以双手的话 反而是在车型 应该是整个暴露出来的 呃 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 这一个 手的这一片门板 和后面这个脚的门板 给分开 另外一边也是 这么一样的话 脚的一个形态 就差不多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接着 把这个 这两块 这两块零件 给拉开来 是有一个滑槽的 把这两块零件 给拉开 然后呢 把这一块零件 这一块它这个 这部分呢 把它往前 往上调 这么一样的话 这铁皮的头就出现了 然后呢 各位看到这边 就有一个洞 然后对应这边的一个凸 把它整个往后扣 扣下来之后呢 把这块Bomber 这块Bomber要动的话 你这边 各位看到 是有一个凸起的 要刚刚卡到后面的 这个部分 这边也有一个相似的形状 把它给扣下来 之后呢 把这边的一个球状 的球关节 以及这边 另外还有一处关节 是把它给整个 是要往上移 往上移 然后因为这个 它这一部分的话 是有一个轮胎的 所以的话 你要注意一下 然后手的部分的话 变形要很简单 就把这一块 给往里面收就行了 我们首先先旋转 这个球关节 然后再把这一块 给往上跳 这一块关节 把它给盖起来 然后脚的话 就剩下的话 就很简单 把这个分离 分离开之后 转到正面 脚板的话 给它往上 上 然后 以及这个武器 不对 应该是说 这一块板子的话 其实你如果不拆卸的话 它是 应该是要摆成这样子的 我们镜头往上调一点 但是 各位看到 这个 往上翘 它是绝对绝对的 不妥 所以的话 大家都 应该都会喜欢 把这一块板子 给拆下来 然后再把它往后面 盖下去 这样的话才算是 我个人认为 这样才算一个 变形完成 我个人觉得它这边的话 是可以做一个旋转机制 这样的话 或许的话 就不需要用到一个 拆卸变形的一个部分了 不过这样子盖起来 背包的话 毕竟还是存在吧 这么一来的话 我们的这个 AM20 这个 额 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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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可以看到 刚才我在变形完成之后 这个脚的部分是非常容易往后倒的 因为它这个脚板的部分 它并没有做很大 我个人认为 它这个脚板的部分 可以多做一点点 这样的话 它这个稳定性会比较好 不过在通常状态下的话 你尽量要把这个脚板的部分 给往下压一点 这样的话 人形的一个站立度的话 才是会没有问题的 而我们拿这个 普通的迪拉斯基 跟它做一个比较 可以发现它是 稍微就比较矮一点的 这个身为一个武器转机的话 我个人认为这样的身高 是非常不应该的 所以的话 这个时代的缩水吧 我个人认为这个是 玩具话是可以做到负一级 或者做一个 比较正常的一个 迪拉斯基的一个身高 而至于武器的方面的话 就我都已经贴上贴纸 也都已经画上墨线了 这个武器的一个变形的话 也非常简单 把这个 把这个 这一块 后面的一个 类似盖子的一个东西 把它给往后滑 然后之后呢 把这一块零件给往前翻 把两边的零件给往前翻 然后再把上面的一个部分给 敲开来 打开 然后这边的话 就这样子OK了 就完成了 这个可动动画也还是有啊 然后它变形成武器的一个造型 我是比较喜欢 我是个人是绝对不会把它 以这样子的形态来摆是吧 所以到我们就把它给 变回武器的样子吧 就这边把它旋转 另外一边也是 两边扣起来 然后 这样的话就变形完成了 握的方式呢 也非常简单 你看是要卡在这边 或是卡在这里吧 不过我个人觉得 它这个柄的话 其实可以做的再短一点 这样的话会 比较有一个臂炮的感觉 要不然呢 而且你要只有一个 所以它会让你觉得 非常不妥啊 然后至于握在手上的话 估计没有人会这样子拿吧 这个很像大炮的东西 但又不像这个 绝对是一个非常蠢的一个武器吧 所以到我们就先把它挪到旁边吧 而在拿之前的这个 合体战争的这个铁皮 跟它比较的话 这个身高方面的话 当然也比较高 而这个铁皮从 正面看上去的话 是这个铁皮革 当然会比较霸气一点 这个铁皮革就略逊了一点 而至于头调部分的话 也是这个铁皮 所以稍微感觉比较年轻一点 而这则是有一种霸气的那种老将军的一个形态 而至于这个 另外一个铁皮武器 但也是可以给它握 我个人觉得它握着武器的话 还不错看 就一把斧头 虽然斧头应该是科普人来握的话 会比较好看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话也是不错看 这样的话 这个一把短斧的话 配这个铁皮的话 几乎是刚刚好啊 而造型的话呢 我先把这个武器给拔下来 先给各位这个环视一圈看看 这个背包的话还是有啊 但是这个背包我个人觉得不大 因为我还看过更大的背包啊 所以的话这个 比较起来这个背包的确算小啊 然后至于一个霸气方面的话 非常好看 但是这个头的比例就有问题了 头的话呢 还不及它的拳头大 所以的话和这个 盒子上的一个头雕 整个是有差的 耳闻带进去看一下这个头雕 头雕部分呢 这个我是也有上一个墨线的部分 但是这个头雕的话 我个人觉得还是偏小一点 和这个 和绘上面的一个样子 但是我个人认为它是比较不搭的啊 也就没差吧 额这个 至于头的部分呢 是眼睛的话是一个黄色的涂装 然后没有任何的透光键 额 不过头雕的话也是真的不错看吧 额 既然讲到头雕的话 那我就带各位看一下其他的细节一个部分 它这个都是有用贴纸贴上去的 然后 圈头的话是没办法旋转 但这个圈头很大 这个K型的人来的话一定非常痛苦的一个件事 然后轮胎背在后面 就整个背后而言来看 就只有手这个空洞的部分是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毛病吧 偷胶部分呢 还是有这个大腿的空洞处 以及手臂的这边 然后从侧面来看的话也还算OK吧 然后这个两颗轮胎背在后面 算影响到它的可动 但是看起来大家是真的为它的一个整体巴西度来说 它是增加了不少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可动吧 可动部分的话呢 这个头的话是可以稍微往上看 然后往下看的话就没办 是一个球形关节 然后往左往右都可以 但因为这个部分啊 你这样子拍照它是看不到它的头的 所以这只铁皮画是看不到它左右发生的事情 然后肩膀的部分呢 那也可以抬到一个90度吧 差不多 然后肘关节的话是一个球形关节 然后可以弯超过90度 手腕的部分呢是没办法旋转 腰的话也没办法旋转 然后脚部的话这边是一个大球关 而很多人说这个球关 这个日版RIT日版的一个球关 它几乎都有问题啊 就玩完之后会变比较松软 但是我个人玩了这么久 这款我入手已经超过三个月了 我玩了这么久 它这个脚的话还是非常紧啊 然后就大腿的一个部分啊 就大概如什么 柜子的话做不出来 因为它因为这一块裙甲的关系的话 有影响到 然后这边可以 二两腿的话也做不出来 因为这裙甲关系啊 然后这边也有一个可以旋转的一个关节 然后这个脚的一个 可以举差不多是90度 然后大开大合的动作呢 其实也还算可以吧 因为它这个脚踝的部分 它有一个可动度 这边脚踝的部分 它是一个球形关节 所以的话你一个大姿势的一个动作 是还蛮适合这个铁皮的 然后你再摆出一个这个 举拳头的一个姿势 以及它这个一个头雕的一个画面的话 它这个是非常的好看啊 而我po这个铁皮照片的话 也是这个大概是过年前了 所以的话这个球罐的话 我个人认为的话是还蛮hold得住的 所以的话大致上 可动以及造型方面的话 就大概是如此吧 这个造型非常霸气 是我一个非常喜欢的一个部分啊 而至于武器方面的话 我大概只能打一个及格的这个60分吧 这个武器的话是真的是非常烂啊 只能这样说吧 而这个铁皮部分的话 可动度常会瘦到这个裙甲 以及这个肩甲的一个限制 但整体来说 你如果摆在这个展示柜来说的话呢 它会是一款非常摆饰性很高 然后玩起来也不错的一款玩具啊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进到这边 谢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那么我是主持人黄一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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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